是台北的龙山寺 另外号称是连身勃勃的卢盛宴 这两天在台湾进行红榜 这位法师呢 他穿金戴衣本来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而今天呢 他所举办的解试验 确实让人家看的是目瞨口袋 因为他们的菜色当中呢 是可以吃肉的 甚至于在食验当中 还有女弟子跳热情的中宫度屏 传续欺凉薄杀的女子 扭腰摆臀大跳中宫度屏股 什么都这是活活宏道的现实验 瞧瞧号称连身活活吾盛宴 就坐在台下开心的欣赏 这些实验很另类 但试图说没什么 其实他也是属于特别里面 在继承啊 足球的那种表演的方式 对着有热物可以欣赏 席开360桌 菜色很丰富 荤素不拘 有鸡汤肉羹和炸虾 活活汾和信徒弟子大口吃肉 现场热闹滚滚 法号连身活活 卢盛宴争意不少 全身穿巾带领 还曾经在十年前 帮女弟子指控性骚扰 即使如此 卢盛宴信众不减百分 不仅要来听卢盛宴红道 不少信徒掏出了大法钞票 买活活物品 上带两公分的铜像 要价两千元 项链两千五百元 贴子只要一百五十元 消息人不一定是很穷 你也可以很忽悠 对对对对这样 对 消息人不一定是很穷 不得休息 连很忽悠的人 你也可以休息 这样的宗教 或许外人觉得另类 在信徒心中 国生却有着无穷的魅力 不许多大讲 难逢报道 或许这是 别开身边的一种红法